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个million多这样子 所以这家公司的手上握有的现金流是非常的强劲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的市场 就比如说马来西亚 泰国 柬埔寨 缅甸还有其他的市场 然而跟2020年比较的话 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业绩都是呈现negative的增长的 就是负面的增长的 当然除了缅甸是在2021年的时候 Julian才刚进去的 所以在营业额那方面是没有任何的对比的 除了马来西亚 我们可以看到 cumulative的业绩 就是累积下来的业绩 是有正面的增长以外 其他的包括泰国柬埔寨和其他的业绩的营业额 你都可以看到是呈现负增长的 Julian这家公司截至8月31号2021年 累积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161亿令吉 跟去年也就2020年相比是下降了9% 去年同期为1亿2710万令吉 回顾这个季度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associate 就是一些联营公司的盈利 份额是有所增长的 在这一个季度可以看到是1,150万令吉 跟去年的1,030万令吉相比 是增长了12%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一个财政年 有一些投资成本的减值 但是在本年度 据这个财政年没有发生 所以对比来说就有所增加 当然回顾今年的业绩 税前利润截至为止 到8月31号2021年为止 是4,060万令吉 跟去年相比的4,310万令吉 是锐减了6个百分点 Julian截至8月31号2021年的这个季度 营业额单个季度来说是3,670万令吉 其实对比5月份的那一个季度 是下降了3% 上一个季度是3,790万令吉 然后从Associate也就一些联营公司取得的利润 在这个季度为大约290万令吉 但是是由所增加的增长了5% 对比5月份的270万令吉 然后税前利润在这个季度 大约为1,260万令吉 跟上一个季度相比是下降了2% 上一个季度为1,280万令吉 这个季度的税后利润为960万令吉 跟上一个季度相比是下跌了7% 上一个季度是达到了1,030万令吉 Julian的管理者就表示 他们的业务跟一般消费的市场的情绪 还有波动的汇率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马币对美元的走强或者是走弱 对他们集团的整体业绩 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 毕竟他所有的出口收入 都是以美元来计算的 而且最近马币有所增长 就有所增值从原本的4.2%多 到现在4.15%这样子 所以对Julian来说其实有所影响的 当然Julian这家公司的业务是非常稳定的 再加上他的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 这也是Julian这家公司的优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Julian这家公司 从2012年的财政年到2021年的财政年 每一年都有派一些股息来回馈他的股东 而且他的股息的dividend yield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一些喜欢收股息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Julian这家公司 我觉得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建议 自己还是要多多去做功课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和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上赚到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